HELLO, 你好, 五折就快到了 我就說一下包種的方法 我就比較喜歡四角形和五角形 因為包出來很實正 按照你喜歡的口味 準備好各種餡料 隨時可以開始包 首先選擇兩塊差不多長短的竹葉 滑的那邊就向著裡面 這樣兩隻手並排一屈 就變成一個漏斗形 這個漏斗的底部是摺曲 不容易漏餡 然後按著這個次序 這樣放完所有的餡料 糯米兩斤, 一根綠豆 一件豬腩肉 一件冬菇 一隻鹹蛋黃 再蓋上綠豆一湯匙 兩湯匙糯米 這樣就放好餡料 現在在後面 橫放一塊竹葉 這樣再左右手 向中間屈曲 調整好爐線順滑 就可以再接上 上面剩下的竹葉 太長就可以修剪 然後選一條比較粗的大草 好, 圓著一隻種 圈七次 用力綁好它 最後用兩隻死結 這樣就包好一條種 很結實的 选择四块长短差不多肥肥的竹叶 用两块搭去X形 然后用右手食指向内压 这样就变成一个尖角形状 包含五角种 我们很好用左手食指和中指形成的V字位置 固定着尖角形状 在旁边打横放一块竹叶 薄阔的位置 就可以加入你喜欢的馅料 加好后 在另一边打横放一块竹叶 这样就变得很稳定 把所有馅料都固在内面 然后把其中一块包含一块 包含一些材料 不要那么容易掉出 然后用右手的旁边 都向中间摘好 扫平 再把另外尖端的竹叶 都向中间摘好 固定好形状 最后收拾好 每一次都要好好据固定 把所有竹叶都向中间 很紧实地定好形状 最后长了出来的竹叶 你可以这样向内摺 又或者用剪刀修剪一下 最后就这样用这个方法来绑 用这种绑绑方法很稳定的 最后打两个竹叶就完成了 太长的绑绑可以用剪刀剪掉 完成一个五角形很漂亮的竹叶 你喜欢哪一款 今次介绍是用电饭煲的煲粥功能 来煲两个小时 好方便 期间不用加水 又不怕煲干水 又不用看火 非常好 这个方法 哇 全屋都闻到那股很香很香的 这种味道 热热热新鲜出炉 咸香野味浓香的竹午节味道 祝大家竹午节快乐 喜欢我介绍的菜菜食物的朋友 请你踊跃支持订阅 按下旁边的小钟 下一次出新片 你就第一时间收到的了 全部都是免费的 多谢你 下次再见